Hello,大家好,我叫肖肖,我是中国人,我住在河南,一个以农业出名的省份。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电影里的恐怖元素。 那么,什么是恐怖元素呢? 就是在一些文化里,有些东西让人觉得很害怕,恐怖。 那么,你知道中国电影里的恐怖元素都有什么吗? 嗯,是帽子吗?帽子 不不不,不是帽子 那是手套吗?手套 不不不,也不是手套 是帽子吗? 嗯,不,也不是帽子 那么,是鞋子吗? 对,是鞋子 那是什么类型的鞋子呢? 是高跟鞋吗? 哒哒哒哒哒,高跟鞋 不,不是高跟鞋 不,不是高跟鞋 是皮鞋吗? 嗯,不,不是皮鞋 那是布鞋吗? 对,是布鞋 就是用布做成的鞋子 那么,是什么颜色的布鞋呢? 是黑色的布鞋吗? 不,不是 嗯,是红色的布鞋吗? 对,就是红色的布鞋 红色的布鞋 上面有很漂亮的图案 比如说小鸟 哒哒哒,小鸟 还有花朵 花朵 花朵的图案 非常漂亮 那么,你看到这种红色的布鞋 会觉得恐怖吗? 可能不会 不会 那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是中国的恐怖元素呢? 今天 我就来和你解释一下 在中国的传统婚礼上 如果两个人结婚 那么新娘,也就是女人 结婚的女人,也就是新娘 会在婚礼上 会在婚礼上穿上这样一双红色的绣花鞋 可能你知道 中国人很喜欢红色 他们觉得在婚礼上 红色非常喜庆 耶,耶,耶,非常喜庆 但是 如果 你在其他的地方 看见了 看见了这样一双绣花鞋 大家都会感到害怕 害怕 那么 这是为什么呢?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传说 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 有一双红色的绣花鞋 这个鞋子里住着一个女鬼 女鬼 据说 这个女鬼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女子 因为被一个渣男 渣男 也就是坏男人 哼 坏男人 抛弃了 所以 他 非常的 悲伤 非常的 悲伤 于是 他 跳河 跳到河里 自杀了 自杀了 然后 他 变成了 鬼 居住在 这双鞋子里 村民们 都知道 这双鞋的 传说 因此 都尽量的 避开他 但是 有一个 年轻的 男人 他对这个传说 很好奇 好奇 有一天 他 决定 去 寻找 这双 绣花鞋 他 来到 这个村庄里 四处 打听 终于 找到了 这双鞋 他觉得 把这双鞋子 如果偷走 一定 能卖到 一大笔钱 一大笔 钱 于是 他 偷偷的 把这双鞋子 带走了 当天晚上 阿强 把鞋子 放到 床头柜上 然后 躺下 睡觉 然而 当他 刚 闭上 眼睛 他就 听到 一阵 奇怪的 声音 当他 睁开 眼睛 他发现 这双鞋子 在天空中 飘浮 并且 不断地 发出 奇怪的声音 救救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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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怎么 怎么 甩 怎么 甩 都 甩不掉 阿强 非常 后悔 他开始 后悔 自己 把这双鞋子 带回家 从 那天 晚上 开始 阿强 的家里 经常 出现 奇怪的声音 并且 他只要 睁开眼睛 就能看到 这双鞋 在空中 飘来 飘去 并且 他还发现 自己的身体状况 越来 越差了 于是 阿强 找到了 村里面 最聪明的 一个人 最聪明的 一个人 他 告诉 告诉 阿强 只有 将鞋子 还给 女鬼 才能够 获得 女鬼的 原谅 于是 阿强 决定 把这双鞋子 还给 女鬼 他带着鞋子 来到了 来到了 女鬼的 坟墓 把鞋子 放到了 坟墓上 然后 他跪下来 跪下来 向 向女鬼 道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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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 女鬼的 原谅 从 那天 开始 阿强的 家里面 再也 没有出现过 奇怪的 现象 虽然 中国人 很喜欢 红色 但是 同样的 红色 是 血液的 颜色 血液的 颜色 红色的 绣花鞋 看起来 就像 泡在 鲜血里 一样 所以 会让人 感到 害怕 在 中国 传说中 一个 女人 如果 穿着 红色的 鞋子 穿着 她 上吊 上吊 自杀 那么 她的 灵魂 不会 进入 地狱 也 不会 升到 天堂 而是 会 停留到 人间 向那些 伤害过 她的人 报复 于是 中国人 在 其他的 场合 看到 这双鞋 就会 感到 害怕 那么 因此 红色 绣花鞋 是 中国 恐怖电影 恐怖电影 里面 一个 非常 经典的 元素 如果 你看到 这双 红色的 绣花鞋 你 会 觉得 害怕吗 你们国家 有 哪些 恐怖元素呢 你们 为什么 会 害怕它呢 请 留言 告诉我 谢谢 再见 你想 看 更多的 视频吗 那你快去 我的 网站 叫 www.lazychinese.com 在那里 我做了 更多的 视频 从 零基础 一直到 高级 在零基础 的视频里 我会 告诉你 一个很 简单 很短的 小故事 然后 我也会 告诉你汉字的 故事 我们可以一起 读一个汉字的 故事 在中低级的 视频里 我做了 各种各样的 故事 可能是我 吃东西的 可能是 旅游的 故事 可能是 成语 故事 可能是 中国 经典的 故事 对 我做了 各种 各样的 视频 好 然后呢 在中级 的视频里 我做了 很多 我自己的 故事 如果你喜欢 个人的 故事 可能 你会 喜欢 我 中级 的 视频 然后 在中高级 的视频 我做了 很多 社会话题 相关 的 故事 对 我 以后会 做更多 的 视频 我也会 邀请 更多的 中文老师 来做 不一样 的 视频 所以 你可以 期待 一下 好 如果你要 和我上课 你也可以 在我的网站 找到 Book Lessons 然后 我有 一对一 然后 也有 小班课 你可以 看看 你喜欢 哪一种课 欢迎你和 我来上课 如果你 不明白 我的视频 在我的 视频 下面 有免费 的文本 对 你点一下 你就可以 看到 英文的意思 还有拼音 好 所以 希望你 赶快 去我的网站 看一下 谢谢 下词 十分钟 好 太 Bryant